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 我的facebook 由今天開始 又多設一個欄目 就叫做戴雄老師有話要說 因為你知道香港人主要的信條就是 追求不穩定 對政治是冷感的 對很多中國歷史 尤其是近代史 現代史的常識性的問題 很多時候都是無茶茶的 我網頁裏面 周時都有網友問我一些 我看來是屬於常識的東西 所以我集中去做一個戴雄老師有話要說 在欄目就回答網友比較關心的 普遍去提一些常識性的歷史問題 今期就跟大家講一講 中國共產黨的全國代表大會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之間的區別 有網友問我 最近又說中共十九大 第一就是說這個第十三屆人大 為何在裡面有成屆之差 其實提到網友 我覺得首先要弄清楚 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權之間的區別 所謂十九大就是指中國共產黨的全國代表大會 這是指共產黨的全國代表大會 它是第十九屆 所以稱為十九大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權是1949年成立的 共產黨是1921年成立的 本身已經相差了28年了 中共共產黨1921年成立的時候就開了一大 然後二年就二大 1923年是三大 1924年是四大 1926年是五大 然後到了1928年在莫斯科開六大 1928年之後一路到1945年才在延安開七大 然後又相隔了十一年 在1956年在北京召開中國共產黨 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八大 五六年八大之後又隔了十三次 去到1969年才召開九大 就是確立林彪為接班人那次的代表大會 1971年林彪集團復亡之後 1973年就開中共的十大 然後1976年十月四人幫跨台 到1977年由華國鋒主導開中共的十一大 然後到1982年就開十二大 這個過程當中大家看到 前面那十二次黨代表大會的日期 都是變慢不定的 反映了中共權力鬥爭的激烈 和政局的變化 令人顏花燎烈 直到改革開放之後 從十二大開始就按照黨章 每隔五年就開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所以到現在就去年 去年的十月中 中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就順利召開 至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在1949年中華人民和國的政權成立 在1954年開第一屆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然後到1959年 二屆人大 1964年就三屆人大 但是由於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發 就拖到1974年才開四屆人大 之後到改革開放 然後人大也是按規矩五年召開一次 所以到現在就是今年的三月 就開了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第一次會議 每五年一次的全國人大 當中是每年會開一次會議的 變成每一屆的全國人大 是有五次會議的 在那五年之內 但是其中每一屆的第一次會議 就稱為換屆 就在那個會議裡面 就選舉產生新的一屆國家領導人 黨的領導人就是由全國 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裡面去產生的 而國家領導人就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每一屆的第一次會議去產生的 所以大家就要明白 我們中國的政治體制 黨的代表大會 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裡面之間的區別 多謝各位